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为什么好多人在练的时候一推要这么打出去 为什么要这么去练 这就可以检验我这个身体整还是不整 我要整的话你一推我就出去了 推我就出去了 我就不给你较劲了 但我反过来我就把你出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要练这个东西 现在你不整的话你看你就开始别扭了对吧 给你胃劲推过推你这个手指头的话 形成一个整体 对吧你这又整了吧 然后再推你 整了吧 然后你回来 把你这个劲回来 对吧 对吧 这就是你身体整了 看这边啊 你只要身体整了 什么怎么做都可以了 你看你是整的对吧 这就是这个整劲就出来了 你这个后边又用这个腿的力量了 你身体又不整了 我再给你胃劲哈 对这又整了对吧 对回来 回来一下 一下就完 身体不整的话 你就会用这个局部的力量 我用局部的力量 我这怎么给你较劲 如果身体整的话 你这不在这里给你较劲 推我走 推我走的话 有多是这个样 这是为什么我们慢慢地 就试这个劲嘛 轻轻地推我走 我这个身体是整的嘛 形成一个整体嘛 最终是把这个东西练出来 你身体有整的东西了 想怎么打成它 慢慢地这么练 是练这个劲 而不是用招式 如果用招式的话 那是另一个概念 是吧 用招式的话 是另一个概念 练的就不是一个东西了 那是你练这个劲 怎么去用它 而不是在把你的基础打好 最终要把这个整劲练出来 把这个基础打好 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 而且我给你试的话 你身上也能感觉到这个不同 你推我走的话 你也能够感觉到不同 但是做出来做不出来 是你身体 它听不听你的指挥 把基础打好 就练出来